嗨 大家好 今天给你们看一颗 我期待它开发很久的一颗卡塔兰 它是一颗两颗原生品种 非常有名的原生品种杂交儿群的 它的名字叫做B.C. Moringori 它是叶夫人Nodosa跟卡塔兰Nini Pipponata杂交而成的 两颗都是原生品种非常有名的 其中卡塔兰Nini Pipponata是巴西的国花非常有名的 Nodosa就是晚上非常香的一颗很有名的狼花 现在给你们看看它父母亲的照片 这颗狼花虽然它有50%是叶夫人Nodosa的杂交品种 不过它的叶片跟它的球菌就更像Nini Pipponata卡塔兰 因为我面前有一颗 现在给你们看看 这颗就是它的杂交品种记忆的卡塔兰Nini Pipponata 我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从波仑南原买回来的 它现在整个球菌长得很大 我希望它可以开发 买回来到现在几个月 我没有问它的资料就把它原有的整颗摆在桃里根木炭里面 现在都长得不错 根都已经长下去了 我现在把它两颗摆在一起 就可以更加的清楚看见 它的叶片呢 基本上都跟它的杂交品种 卡塔兰一模一样的 现在再给你们看一颗 这颗小苗 这颗小苗 这颗小苗呢 是我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 都是从波仑南原买回来的 它是 这颗 Moringori 然后呢 再杂交 Nodosa 是不是很有趣 这颗小苗呢 就是Moringori 杂交Nodosa 那这一颗呢 就是Nodosa 跟这颗卡塔兰 Pipponata杂交的 所以呢 它们三颗 都是同一个family 应该可以说杰克卡塔兰 是他的爷爷吧 杰克小苗呢 看上去呢 就更像 叶夫人 Lodosa的模样 因为它的叶片呢 是比较厚的 杰克呢 基本上 跟杰克卡塔兰是一模一样的 叶片很薄 现在来说说杰克兰花吧 杰克兰花呢 那我是在2019年2月份 买回来的 买来的时候呢 它是一颗小苗 现在是21年2月份 仅仅摘种了两年 这个球菌呢 是第一个球菌在我家长出来的 它是第一个打发敲 可是它没有发展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这个发敲了 长大了才开发 开发的这个呢 是第二个球菌 在我家就长了两个球菌 现在给你们看看它的根 买回来以后呢 我没有把它的枝料呢 温掉 它是全水苔的 我就把它原有的 塑胶容器拿走 然后呢就摆在这个 这个 塑胶容器里面 比较大的 然后呢我在旁边呢 就加了一些木炭啊 酥皮啊 小量的水苔 它原有的水苔呢 我是没有拿走的 它里面呢 水里面呢 原有的水苔 我没有拿走的 它现在的根呢 都长得非常的好 已经长到 矮面了 这颗南瓜呢 在网上 有人是这样说的 说它晚上呢 是叶夫人的香味 白天呢 是卡塔兰 pipulata的香味 不过我呢 在白天 我现在还没有闻到 它有什么 另外的一个香味 不知道 如果光照好一点 它有没有机会 真的有另外的 卡塔兰的香气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呢 它晚上呢 真的很香很香 特别在12点以后 更加的香 香气更加的浓郁 我靠近一点闻呢 基本上 有点头缘啊 有点头缘的感觉 不过它的香气呢 真的不错的 真的很好闻 我特别喜欢它 像一个喇叭型的 这个裙 一般呢 露豆沙跟 pipulata呢 它的裙斑呢 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现在呢 就期待这一颗 卡塔兰开发 Pipulata 它的颜色呢 都有很多 都是很有名的 巴西的国花 它基本上呢 是在五月份开发的 大概是在五月份 哪个时候开发 它现在整个球阵呢 都已经长得很大 我希望它有机会开发吧 我现在这里呢 差不多天黑了 我现在打了灯 看上去呢 更加的美 更加的好看啊 它现在还有一个发销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机会开发 这颗卡塔兰呢 我感觉它挺好养的 在我家长了两个球阵 两个球阵都可以长出发销 虽然这一个 不知道它有没有机会开发 不过我感觉它是挺好养的 这颗蓝发呢 我一直都摆在我的室内 我对它是特别照顾的 因为我在网上呢 有人说它白天是卡塔兰的香味 晚上呢 是叶夫人的香味 我感觉它好特别 所以后来呢 我就特意的再买一颗 它的亲本记忆的卡塔兰 我就是想 看它开发的时候呢 白天的香气呢 它是不是这颗卡塔兰的香气 晚上呢 就另外的一个香气 不过我现在 白天没有闻到它有什么香味 总体来说呢 这颗卡塔兰 又香又美 又好在中 是值得拥有的 那好啦 我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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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